一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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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记得我们之前经常说 冲穿17,200 慢慢爆上去 去到19,700 应该可以守得到 谁知道他用两个月时间去起步位 还要穿上去 可以怎样呢 我也不知道可以怎样 现在你说17,000 那就攻防战了 两样东西 看人民币 见到美元弱的时候 可不可以带动人仔转强呢 还有见到阿爷也有空间去减息 做一些操作的话 是不是可以 令到经济上OK 又带动股市OK呢 就是看就这样看 第二样东西我想看业绩期 这个礼拜 或者在未来这个时间 看看业绩 去回过股 坦白说指数我经常说 我都不太知道怎样炒的 但是反而你说过股 如果有些个别的憧憬 例如说这周匯丰行伤出业绩 那可不可以接着 我想是容易一点 因为指数真的挺 无定向风 港股就是这样的 你打算是死定了 他突然会打上来的 你打算是早前冲上 18,300又怎样怎样怎样呢 我又炸到17,000 所以 我想有少 你玩那个指数 真的有少逆向就可以了 当他给了希望你呢 你不如不要考虑了 稍微稍微 你是打算穿17000 他又复发给你 用这个心态可能反而更好做